主料,牛肉劲100克,洋葱一个,鸡蛋一个,补量,面包汤50克,牛奶,黑胡椒,盐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把面包汤放在小盆里,加入盐和黑胡椒醉坝匀,倒入牛奶混合后,静置10分钟,牛肉劲中加入鸡蛋和洋葱醉坝匀, 可以给肉馅再加点盐和黑胡椒醉,温过要注意用量,把肉馅与材料充分拌匀,在肉馅内加入面包汤继续搅拌均匀,把混合好的肉馅制成肉丸,戴上手套会好操作一些,如果用手的话,手上涂一点清水防止肉馅粘手,烤盘上付好锡纸,把制成的肉丸摆在锡纸上,入烤箱200度,20分钟, 烹饭技巧,或者,具好的肉丸也可以用平底多煎,味道一样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